是你 是我 四四哥哥 你想干什么 你比谁都清楚 你比谁都清楚 妈妈 谁 放刺小姐 齿天君 你吓死我了 真不好意思 今天我一直在手术室里 刚知道您找我 没关系 你用不着解释 我们是老朋友了 小姐 你看上去 气色不是太好啊 这段时间 我一直都不舒服 浑身乏力 虚汗不断 还老爱做噩梦 做梦 都梦见什么了 死人 骷髅 战火 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哦 是吗 就在刚才 我还梦见了重庆的带雨农 真是见鬼了 小姐 你能不能 把这个梦 谈谈呢 怎么 医生对梦也感兴趣吗 哦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 这梦 是可以解释的 这样 有助于诊断 我刚才 梦见了戴笠 他向我伸出了手 而且伸得很长很长 他是拉你呢 还是推你呢 他没拉也没推 而是向我索要一件东西 莫非是龙泉宝剑 齿天君 你真是聪明 好 他就是在要那把剑 可是 那把剑不是早就属于小姐了吗 哎 哎 方哥 今天晚上啊 你呀就住这儿 哎好 谢谢鱼龙兄弟 哎 鱼龙兄弟 这回 我可真是遇上贵人了 行了 要不是你这么瞎折腾 能录到这步田地我 哎你说你这组上传下来的手艺 用去干点什么不好 非要去干这出卖祖宝的事 你让我说你什么不好 这不是都是阿易给逼的吗 阿易就做鬼了 阿易就做鬼了 我不想再说对 你说你这么一折腾 让我费了多大的劲 找到一把 不是 又找到一把还不是 害得我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 那 那还有一把呢 那还有一把呢 什么 还有一把 是还有一把 我一共造了三把剑 你说什么三把剑 是是三把 阿易比我造了一把 后来 后来那个黑衣人 又比我造了两把 一共三把 我一把 语炉兄弟 干嘛 小姐 你的血压还是有些高啊 现在你得静养啊 要少抽烟 少喝酒 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情 这个冬天 我的心情怕是好不了了 为了这把剑 我是不得安宁了 小姐 你这话 是什么意思啊 十三年前 我在天津的时候 就找戴笠要过这把剑 可它竟一口回绝了 两年前 这把剑果真到了我的手上 不错 我有幸在场 亲眼目睹 小姐 当着众人的面 验剑的场景 真是壮观啊 至今 我还记忆犹新呢 可接下来的事 你就不知道了 那把剑不是第二天 就由小姐亲自带回满洲 后来满洲国康德皇帝 亲自敬献给了天皇陛下吗 可我没想到 到最后 到最后还是让那个变联王给耍了 这是第二把 你看得出来 我我做了记号 在这儿 那第三把呢 交给黑衣人了 我说这第二把剑是变联王在戏弄我们 第三把的用意在哪呢 喂 还是我 我听出来了 对我们的交易 小姐想好了吗 这个吗 我还在考虑 这桩交易很简单 小姐不必多虑 好一个简单 本来就不复杂 只是我一时糊涂罢了 别离我 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 哦啊这那些什么 传道方子 你以为你还是爱心觉罗显书吗 你不过是日本人豢养在溥仪身边的 一条走狗而已 那你又是什么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告诉我别离我 不是他敢翻水 我现在就拿着那件东西 送到代理面前让你身败名裂 你那件东西 现在就在我的保险柜里 先生您要点什么 跟它的一样好的 我们找到那个造假件的铁匠了 他没死 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先生您的咖啡请慢用 哦 有啊 说一共造了三把剑 不是两把 这就对了 那个女人带回韦满洲国的 正是哪第三把剑 是当时已经检验过了 那可能是又换回去了 谁敢 还是那个变脸王 果然是他 这个变脸王啊 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他们现在已经闹翻了 最近还有一笔交易 也许 这是最后一笔交易了 我们怎么做 我已经请示了潘老板 他指示我们 如果这笔交易牵涉了龙泉剑的话 那我们就要想想办法 把他夺回来 大富 大富 人长谁呀 你们长官 韩森 他什么是回来的 可能是刚回来吧 奇怪 这人怎么刚回来就找到海浪号了 他说想到我们的船 去南洋看他未过门的媳妇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 前几天他给我打电话 我才知道他有一个未婚妻 韩光兄 如果任胜有第二次选择 我也想跟你一样 当一面海员 乘风破浪 纵风四海 这才是男人的生活呀 船员的生活没你想的那么诗情画意 见识一下风浪喝几口海水 也不失为一种刺激 我有这个准备 可是如果要碰到暗礁的话 整条船都会沉得了 没人救得了你 这有这么可怕吗 我可没开玩笑 我只是担心 要是真上了船 恐怕就下不来了 你算那好吧 或者是再吃 没那么疼除 你终中的 别做什么 потр go 老板 你不行 beloved 我还多说吧 总想를 rein 好 今晚不行我已經有安排了改天吧 那好吧 什麼時候去南洋的話 我提前通知你 好 那我先提前道聲謝啊 再見 啊 阿根 啊 他他他他 什麼他呀 怎麼了你說清楚 剛才 剛才 他剛才外面外面的啊 阿根啊怎麼了 啊 阿根咋的啊 他就一直塌塌塌的像中了一直的 阿根 別害怕慢慢說 剛才外 外面那個人 怎麼了 外面那個人怎麼了 無敬哥 啊 他就是要殺我的那個人 韓森 阿根一見的韓森 渾身就像在筛糠 哆嗦都不行 他能肯定嗎 他說那天晚上在橋上要殺他的那個人 就是左手少了一根手指頭 少了一個小指頭 沒錯 他就是這麼說的 他早就拿到了變臉王身上的一件東西 他早就拿到了變臉王身上的一件東西 啊 方子小姐 好 齊天君 今天你倒是來早了 好 小姐的身體我岂敢怠慢 不用了 今天我感覺好多了 那可能是因為小姐的心情有所好轉 嗯 看來 你是心病已除啊 接下來就該慢慢調養了 心病能否消除 就看今天晚上了 好 誰 啊 欸 这么一来事情就不难解释了 从两年前我们第一次夺剑开始 韩森就落到了川道芳子的手里 韩先生 我必须得留下你身上的一件东西 很抱歉 我不得不这么做 不过我相信 我们今后的合作 会非常愉快 我们之间不是合作 是交易 既然是交易 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这是你和我之间的秘密 需要我帮忙吗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我不得了 秦 啊 幾天以後 我到河野那兒去打聽情況 我原來以為是特高克對韓森動行了 其實這不僅是穿到方子的苦肉計 也是一個陰謀的開始 啊 從現在開始你就是 變臉亡 變臉亡 從那天起 我們的對手當中就增加了一個 變臉亡 這之後發生了一連串的事情 我們也曾經對韓森產生過懷疑 可是都被他的另一面掩蓋了 包括在印度的孟達爾 我們在跟河野的決戰當中 他一槍救了我的命 我真沒想到 這些都是假象 不 他的另一面 也不都是假象 對 船長說的有道理 以韓森跟咱們的接觸 他隨時可以出賣我們 但是他沒有 而且他隨時可以把那把龍泉寶劍 送給船導房子 可是他也沒有 那為什麼要殺阿易和阿根呢 我們的障礙就在這 人都是複雜的 對這個韓森來說就更不例外了 他在美國留過學有豐富的知識和技能 在這個人的軀體裡 血是忽冷忽熱的 可以這麼說 他一直就在民族大義和個人生存之間掙扎著 我真不敢相信是他 是啊 想起在緬甸和印度 他和咱們一起浴血分戰 真的難以想像 他一直被穿到分子所控制 這麼看來就只有一種解釋 潘森是一個 雙面間諜 雙面間諜 喂 小姐 說吧 我聽著呢 老弟 什麼老弟 兩年前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別人 今晚十點 我恭候你的大展望 何必這麼興急呢 年關已近 我不想把會籍帶進細年 那好吧 就今天晚上 到時候 我會把你身上的那件小 這樣 你們也就是一個全貨人 記住 別對我耍心眼 否則 我們一起玩蛋 你還不如一個太監 你還不如一個太監 池田醫生呢 他好像去洗手間了 是 我還沒什麼太監 我還是要吃吃 我還沒有什麼太監 我還沒什麼太監 我還沒什麼太監 我還是不想吃 我還沒什麼太監 我只會吃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你 來了 快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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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拿著這個 指定率握得上 幫我放過 指定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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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辦完事還能趕上 我是怕你給耽誤 零點之前 我手上這件事 早就結束了 另外船長讓我告訴你 船長那有一件東西 他想親手交給你 什麼事 這個他沒講 他只是說 這件東西 原本就屬於人 那好吧 我們現在就上船吧 忙的 需要收拾一下嗎 莫堪 不用了吧 不是 請你 你 如果 你 你 好 你 你 韓先生 歡迎光臨海浪號 謝謝船長 聽大夫說 你已經拿到了我身上的一件東西 我想知道 閣下是打算還給我 還是另有別的用場 我想還是當面還給你吧 已經是你身上的東西 那 我就先謝謝了 不客氣 行吧 時間過得真快 轉眼睛 兩年過去了 這兩年對我來說 簡直就是度日如年 看得出來 你這個人心事很重啊 現在好了 解脫了 那天晚上 那個女人在當中事件之後 我就將她換到了手上 那個女人萬萬沒有想到 競獻給日本天皇的 居然是把假件這大概是你 這兩年唯一得意的作品吧 沒錯 就是因為這個 我也願意跟你喝一杯 嗯 是送我上路嗎 是送我上路嗎 你可以隨時殺了我 我不會反抗 只是 我不希望在這裡 我不想弄髒這間屋子 我本來是想帶著這把劍 搭乘海狼號去南洋 我本來是想帶著這把劍 帶著我的女人浪跡天涯 從此永不換香 現在看來 不可能了 也好 我不是說過嗎 人生本來就像飛蛾撲火 我 我會提依 他還是要等著你 我會想他們 你都認識一個 我什麼都認識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